头条关心的是首波寒流来袭 不过预计很快的在下周一就会缓解了 但是呢之后又有新的冷气团能下市吗 要请教宣童 没有错 其实今天的温度呢是逐渐的在往下降当中 那么大家要注意到的是 这保暖工作要开始做好了 但是首先要先提醒您的就是 这个水汽有部分地区是开始增加 首先透过雷达回播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感受很明显 雨非常的大 以及再来就是中南部山区 所以像是气象局在稍早的时候呢 也针对了两个县市 分别就是新北以及基隆两地来发布豪雨等级 所以民众要特别留意 这里大家来看到的就是温度的表现上面 因为现在呢 其实这高压南下之后呢 会注意到在沿海的风浪会变得比较强 北台湾的观众朋友们 下低温会下探到10度左右 甚至可能会来到8度 或者是更低6度都有可能 而到了礼拜日 这低分裂高压南下之后呢 天气会转为比较干冷的形态 但是体感温度也会感受上是更低的 这时也是寒流威力最强的时候 北部剩8到10度 但刚刚提醒您 也有可能会降到6度这么低 而在低温的示意图 我们也看到在礼拜日 低温北部地区8到9度 中南部地区9到10度 而花东地区则是11到14度 而到了礼拜一会注意到 现在的温度到时候会降到9到10度 倒是在中南部地区 我们会注意这7度的低温 很像比其他地区都还要来得更低 就是因为这时候已经转了干冷 所以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所以它的温度会降得比前一天 以及比北部都还要来得更低温 再来要带大家看到的就是降雨的趋势了 刚刚提到 其实今天上半天 全台湾都是有雨的 但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部一带 以及中南部山区 但是全台湾也都有零星的降雨 到了下半天水气开始减少 因为它把水气给推出去了 所以局部地区包含像是花东 会有雨 到了礼拜日的时候 雨区范围又再度的缩小 甚至我们所以可以这样说 在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一的清晨 礼拜日的清晨是一个比较冷的阶段 而且同时水气也是比较足够的 所以这个时候民众如果要赏雪的话 可以选在这个时间点 那么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赏雪的话 上山的路上都要特别留意防寒之外 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所以说看来这个气温是可能会下探到5度 那该如何来预寒保暖呢 再请教宣童 好我们刚刚也看到 其实这温度是一直在往下降当中 但是其实这是气象局 他们在稍早所整理下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波寒流 它影响的时间 如果拉大来看的话 其实是6日还有1 那么其实如果要讲整日都急冷的地方 是在苗栗以北以及以华地区 而如果是早上和晚上 辐射冷却效应比较大的明显 的是中南部以及台东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感受会非常的深刻 那如果把它量化来看的话 变成温度 我们会注意到枯寒地区 像是台南以北 宜兰约大概是6到8度左右 而寒冷的是北高雄还有花莲 也只有8到10度 那么很冷的台东以及屏东 还有南高雄 虽然它的温度相比于其他的县市 会来的比较高 但是也只有10度的低温 那么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离岛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当然感受是特别明显 就是在于说像今天早上的时候 清晨最低温是来到连江县的 东营岛只有11.6度 但是这还不是最低 因为他们今天有可能会下降到6度这么低 而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些温度 实际上都只是我们目前预测的 但是沿海恐慌地区 温度还会再降个2到3度左右 体感感受上面又会更加的冷 那么尤其像是刚刚也提到 像是温度之外 沿海的风浪也会变得比较强 而且浪高也会有3到6米左右 而山区也要防止结霜激冰了 那么要特别提醒的 就是一些比较敏感的族群 包含像是一些长辈 还有心血管疾病患者 尤其你们要注意的就是 要有室内的通风 以及用电药安全 另外还要提醒就是 浓于民业要防寒害 否则可能会有一些财损的部分了 最后带大家来关注到的 就是这天冷猝死 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容易发生 那么其实医师也特别讲了几个原因 而且也分析了几个场所 分别就是在床上浴室还有房间 怎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主要就是温差的变化比较大 来看到时机点就是在你脱光衣服的时候 以及洗澡的前后 还有睡眠当中 黄轩医师表示说 房间内的温度下降当下 身体就会因为寒流而急速变化 但是一开始呢 你可能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其实在你身体当中 已经在作用了 而这原因啊 其实就是因为 其实在室温的部分 一直保持在很冷的阶段 当身体刺激 交感神经系统 兴奋性会增高 体内的额氨分泌素就会增加 导致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 还有心率加快 严重的话 你可能还会有猝死的发生可能 所以他也提醒 在房内的温度尽量维持在 18到20度左右 而且两个房间的温差 也尽量小于5度 所以不只要自己保暖 连房间也要做好保暖 真的是要注意防寒保暖了 感谢宣童的资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